剛剛手錄的經文 大家很熟悉 雅各是雅巴翰的孫子 雅巴翰在神聖拣選成為一個祖父的傳言 雅各是一個非常是要爭取他的地位 結果他為了結果是要去逃命 在逃命當中上帝們的實現 上帝怎麼看來實現呢 上帝是主動來選擇 上帝的主動性是我們今天傳音的一個技術 什麼宣教的技術 如果上帝不主動找人 我們找那些傳音都沒有效果 上帝因為愛的緣故來主動找我們 他找雅巴翰、他找雅巴翰、他找摩西 因此老耶穌基督還是主動來尋找我們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有傳音的根據跟把握 那雅各在這種落案的當中 上帝上來呈現 他說 上帝跟他自我介紹說 我是天賀華移屬雅巴翰的神 也是伊撒的神 上帝沒有用很高潮的言語 沒有讓他自我介紹說 他說我是創造天地畫面的主 我是歷史之主 我是無所不能一切一切的主 但他用一個介紹是 我是你屬雅巴翰的神 你爸爸遺少神 上帝是看重關心神 因此家庭是誠意信仰的最好的當天 今天我們很多的時候會看到 雖然這個孩子 他的好像沒有接觸過教會 尤其是在大陸 但慢慢的發生 他有一個親戚是幸福的 有一個爺爺很大是幸福的 我想在做的當中 也有很多位是這樣的 家庭是個非常重要的傳避的表現 今天我們在做的 也許你是祖父祖母 也許你是父親媽媽 或者你有一些的親戚朋友 求神恩大禮 在家庭的生活裡頭 我們用我們的言行 我們的生命來彰顯耶穌基督 彰顯我們的神 我們不曉得雅各 就是從祂的祖父跟祂的爸爸伊撒身上 認識了神有多少 但是當天晚上上帝跟祂說 我是祢祖亞伯拉安的神 伊撒的神之後 然後向祂允許了八件允許 這允許如果你去對比 是跟上帝允許亞伯拉安的允許 其實不是一樣 但是上帝的憐憐是非常針對當時雅各 雅各是要在逃避的案中 他所關注的是他的安全 他所關注的是我能不能回家 他關注了我以後的一生是什麼樣子 上帝是主動來尋找的 今天我們去傳聽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了解我們的背影對象 他最關注的是什麼 然後這才能調回我們傳聽的接觸點 雅各應受最天有一個屬靈的醒覺 他原來說 上帝真的在這裡 我竟然不知道 也許過去的十幾年 跟他爺爺的十幾年 雅各安一百七十五歲去世 但他跟這個孫子 挺多一起待的時間 只有十五年左右 在過去一周 不曉得到年 他那個時候到歲我不知道 但他聽過這位神 他說到盡難不知道 神原來真的在這裡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屬靈的醒覺 我們在我們所在的環境當中 在那個時刻 上帝用特殊的方式 讓我們知道他的存在 今天發布的 我們每個人都窮心地擔心 我在哪一個時刻 我會上帝所喚醒 來人了解他的存在 真正的不是在頭腦所認識神 是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心 來各身有接觸 雅各有這個醒覺 他能產生敬畏的心 於是他就把他做枕頭的石頭 把它豎起來 成為一個住室 在那裡靜白上 然後他做了一個訣治 但你發覺這個訣治或這個決定 非常有討價還價 就是一個非常公立主義的一個決定 如果上帝如果祝福我 如果擔領我 如果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起步的信心 今天我們會面對很多新來教的朋友 他們有這個需要 我們求神滿足他的需要 但是我們要繼續讓他知道 上帝滿足你的需要 但是我們要吃過了你更大的祝福 是你對上帝生命的認識 接受上帝完美的生命的一個 一生的一個大言 今天這位妹 尤其是剛剛信主的這位妹 你對上帝認識 是一個新鮮起步 也許上帝滿足了你一些 某一方面的 目前的 但是屬靈生命的成長 是一生的大業 當我們來看到雅各 他以後是怎麼樣 在他樂父家 受盡樂父的軌跡 然後他終於能夠離開樂父 也富有了 而然面對李嫂的獸 在雅各路口 要被上帝的摔強 然後他直接有他的兒子 十二個兒子當中 有不同不同的家庭的就分出現 甚至他的最終愛兒子 就失蹤了 然後以為他死去了 當他年齡的時候 他才完全認識神 他在法輪面前說 我的人生是又短又短 跟他扶著 站在床頭靜脈上 我們的醫生 是一個 一時往 認識上帝 來學習上帝的 這個屬靈上帝 來往前面前進 今天時間很快 我們從我們的兄姐妹 剛剛信主來激勵我們 已經有受 信主派走 淡 淡 那個信心 那個愛心 讓祂來激勵我們 我們有聽到 還有跟兄姐妹的短訓的報告 我們看到神在工作 我們也幫忙在這裡 我們兄姐妹更努力地傳聽 我們認識的主題是傳聽 繼續還有兩個禮拜 請大家利用來聽 然後來繼續為了 我們看到中秋節修律嘉賓 我們有傳聽的時間 讓上帝來興起我們 也就是看到上帝的愛 來激勵我們 我們有愛 才能夠我們來傳聽 我們感謝祖父 我們同座的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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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